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主题,这个主题有两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就叫做Section的设计模式, 第二个主角呢,叫做PS设计模式,就是Proxy and Stop设计模式。 那我们来谈的是Section设计模式与PS设计模式两者的一种美妙的搭配。 这个美妙的搭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在这里会以Android的 的CAMERA SERVICE搭成主要的例子。 就是这一个CAMERA SERVICE。 这是一种本地的SERVICE。 就叫做NATIVE SERVICE。 叫做本地的SERVICE。 那除了这一个CAMERA SERVICE之外呢,我还会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叫做SERVICE。 FREINGER。 这也是一种本地的服务,这一种SERVICE。 来当例子,来说明他们幕后这两个模式,怎么做一个美妙的组合。 好,那么在这个整个主题当中,我一开始会先说明这个CAMERA SERVICE,这个服务背后的设计模式。 再来是以我们熟悉的Virtual Machine跟JNI这个环境里头有一个JNI EMV这个对象,当例子来说明设计模式。 最后呢,做个结论,就是归纳出这个设计模式的一般典型的架构。 到这个第四个小单元呢,就是换第二个主角出场咯。 这是第一个主角。 好,那就来还是一样以CAMERA SERVICE来收名这个PS设计模式。 最后呢,再以SERVICE FINGER来收名这两个设计模式的一种完美的组合。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名这一个SERVICE FINGER的设计模式。 那就以CAMERA SERVICE的服务当例子咯。 所以在这个之前,我来帮你做个Pullend的动作。 这个Pullend的动作就是来说明为什么我们取名叫Session Pattern。 那这个Session Pattern呢,其实这个名字是来自这个WebSERVICE。 好,就是网络服务WebSERVICE。 那WebSERVICE呢,在階段就是浏览器咯。 好,在階段就是浏览器咯。 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的讲这家开端。 这叫浏览器咯。 然后,在这个服务端呢,就像汤姆猫咯。 或者是微转的IIS咯。等等的。 这就是SERV咯。 好,那这浏览器呢,就好像是访客咯。 然后SERV呢,我们就把它比译成NY咯。 NY。 然后这个这边的访客呢,也要来找NY。 这边访客也要来访问NY。 这边访客呢,也要来访问这个NY。 要来访问NY。 那么原外就会很忙咯。 处理不了。 那么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没关系。 就派遣一位助理。 派遣一位助理来服务他。 就助理No.1。 服务呢,浏览器No.1。 派遣一个助理No.2。 助理No.2。 来服务这个浏览器二。 啊,等等的。 这样做法。 好,OK。 因此呢,我们就得出一个简单的原则。 每一个访客。 每一个访客。 都有一个我们派遣一位助理。 每一访客那我们派遣一位助理。 来跟他对接。 来跟他对接。 所以他是一对一的。 就是一位访客。 就一个助理。 好啦,那因此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构咯。 这叫做浏览器一。 然后这个Section1。 那Section呢,他的名字呢。 他的英文的意义叫做对话。 就是一个对象。 用来记录。 这一个浏览器一。 跟Server之间的一个对话的记录。 状况的一种记载。 那这个Section2。 它是记载的这个浏览器2。 跟这个Server之间的一种对话。 以及他的状况的记载。 所以这个助理呢。 就负责记录呢。 这个他所。 这个访客的一切的。 这一个状况的记录。 所以每一个浏览器的状况都记录在。 这个Section里头。 所以我们。 就称为这个模式叫Section的设计模式。 好。 现在我们就以Camera Service当例子咯。 在Android的C++层里头。 有一个系统服务叫Camera Service。 这叫C++写的。 它是在跑在这个Media Server的进程里头。 进程里头。 所以当这个Media Server这个进程呢。 启动的时候。 那就会来启动。 以及做Initialization。 启动这个Camera Service。 就是照相机的服务。 这就是Camera Service。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Media Server的进程。 启动的一个Main Function。 的代码。 好。 这个Main Function呢。 在这里。 这Main Function里头。 就是这一个是重要的。 句子。 这个句子呢。 是。 Instantiate是顾名思义呢。 它是要来New一个。 New一个对象的。 New一个对象。 那New谁的对象呢。 就是Camera Service的。 的对象。 OK。 的对象。 所以呢。 可以了解它就是一个静态的函数。 静态的一个function。 因为在。 在这一个C++里头。 静态的函数呢。 可以New。 本身这个类。 的对象。 自己这个类的对象。 好。 所以呢。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Instantiate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啊。 其实这过去。 我们在谈。 本地的服务的时候。 都已经收敏过了。 Instantiate的一个。 重要的动作呢。 就是。 New自己的对象。 然后再把它交给SM。 然后再把它。 啊。 啊。 这个。 存入这个Mind Driver。 也就是。 启动。 这一个Camera Service。 启动这个Camera Service的意思。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Camera Service Instantiate。 这个函数的内涵。 函数的内涵呢。 第一个。 先New自己Camera Service的对象。 先。 New。 一个。 啊。 这个对象。 一个对象。 再来。 把它取一个ID。 啊。 取一个ID。 再来把ID跟这个对象的指针。 把它交给这一个。 Add Service。 然后这个是SM的Add Service。 所以呢。 请SM。 把这个服务。 把它。 加进去Mind Driver。 把它启动起来。 啊。 所以。 在这个。 Instantiate这个函数里头呢。 第一个。 创建了一个Camera Service的对象。 然后呢。 委托SM。 把它登录到Mind Driver。 就是把它启动咯。 把它启动咯。 把它启动咯。 所以呢。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图咯。 啊。 一个图。 那这个图呢。 啊。 这就是。 是。 我们。 大家很熟悉的。 因为。 这一个。 啊。 Service。 在自己的进程里头执行。 那他的Client呢。 常常在另外一个进程。 啊。 比如说这叫Camera。 Client。 这在另外一个进程。 所以呢。 这是IPC的。 所以跨进程的。 一个通信。 所以需要有一个IVJ口。 那在这个C++层呢。 如果你需要有IVJ口。 就。 啊。 直接继承VMind就可以了。 就有IVJ口了。 就有IVJ口了。 OK。 虽然我们。 过去一直都特别强调。 其实。 这一条线是。 没有的。 他其实收购底层在上来。 但是我们概念上。 还是用这样来表示。 比较简单。 好啦。 那一个Camera在。 APP在启动的时候。 会建立一个CameraClient。 来与它衔接。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回头一下。 啊。 我们这是在C++层。 这是JMI。 这是C++的。 那APP呢。 那APP呢。 一般是在Java的。 啊。 是Java的。 层级的。 所以APP弄起来之后。 在这个APP的建成里头。 在西加加层呢。 会产生一个CameraClient。 啊。 啊。 是这个意思。 然后来跟这个沟通。 来这边的。 跟这边通信。 当一个Camera的APP。 啊。 App呢。 就Java成的。 会建立一个CameraClient。 来与CameraService衔接。 啊。 这样子。 就是刚刚这里。 一个APP。 启动的时候。 会在这个进程建立一个CameraClient。 来跟CameraService做对接。 好。 所以我们就是。 画成这样的一个图咯。 画成这样的图。 OK。 接下来呢。 我为了简单。 让这个图更简单起见呢。 我准备把这边。 省略掉。 但是事实上。 代码是没省略。 只是我图里头把它省略掉而已。 所以呢。 就变成这样的图咯。 因为这样子比较简单。 对。 事实上。 因为它继承了它。 它实现了它。 其实它也继承了它。 所以呢。 它来实现它。 这个接口是合理的。 接下来。 我要找这部分要省略掉。 要省略掉。 所以呢。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图咯。 就是。 CameraClient。 透过IP接口。 来调用。 CameraService的。 这一个函数咯。 好啦。 那现在有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呢。 就是APP很多的时候怎么办。 APP很多的时候。 那大家都要来找原外。 就是访客很多。 很多。 啊。 就是访客很多的时候。 大家都要来找原外。 怎么办呢? 答案很简单。 就是。 指派助理。 指派这个助理呢。 指派这个助理呢。 服务这个访客。 就结束了。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访客很多。 这CameraNo.1。 也要来找原外。 啊。 那太多太多了。 所以这样是不合理的。 所以这样是不合理的。 那怎么办呢? 采用的是。 Section的Pattern。 就是。 采用助理。 采用助理的方式。 就是。 所以呢。 采用Section的设计模式。 就可以解决了。 就可以解决了。 那什么叫Section设计模式呢? 我们一步一步来说明。 所以第一个步骤。 由CameraClient。 先调用这一个。 CameraService。 啊。 这就。 取得这一个连线。 所以第一个。 CameraClient。 来调用。 这CameraService。 来跟他要。 我要访问你。 啊。 我要准备做访问的动作。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圆外。 接到了。 怎么办呢? 啊。 圆外接到了。 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啊。 派一位助理。 啊。 派一位助理。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CameraService呢。 就是圆外。 就创建一个助理。 啊。 这个Client。 就是我们。 这里的。 啊。 助理。 啊。 助理的类。 OK。 找名字叫做Client。 OK。 那这是圆外的类。 这是圆外。 叫CameraService。 所以。 就把这个助理的。 啊。 这是助理。 助理的。 这个IPJ口。 传给这个访客。 啊。 传给访客。 因此呢。 这个Client就有他的指针咯。 啊。 因为他去New他。 啊。 New一个。 这一个助理。 的对象。 啊。 New一个助理对象。 然后把助理的。 IPJ口。 把它传回给。 CameraClient。 啊。 传回给CameraClient。 他就会指向他咯。 OK。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叫Section对象。 这一颗。 Cline我们称为Section对象。 OK。 好啦。 第二步骤呢。 现在CameraClient就可以调用Client咯。 啊。 啊。 就是访客咯。 访客呢。 就可以调用助理咯。 哦。 那就要求这个助理呢。 来跟他沟通咯。 这是圆外咯。 啊。 圆外。 所以访客呢。 透过助理。 再来找到圆外。 好。 就间接调用到圆外的服务。 OK。 好。 所以。 啊。 这是访客。 透过这一个。 助理的。 IVJ call进来。 再扣到Camera的Service。 啊。 这就是。 啊。 这个。 采用Session Pattern的一种结构。 好啦。 这个时候呢。 我们。 遵循一个这个原则咯。 没有违背咯。 啊。 每一个Connection。 就每一位访客。 有一位助理。 有一位助理。 他是一对一的。 所以呢。 啊。 啊。 就形成是这样子的。 啊。 这是有N个。 这是。 啊。 第一个访客。 第一位助理。 第二个访客。 第二位助理。 啊。 等等的。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在Camera Service背后。 的一个。 Session。 设计模式的。 应用。 好啦。 那我们现在。 就来做个文字上的说明。 啊。 啊。 当这个Camera Client。 透过SM来绑定这个服务之后。 就可以调用Connection。 啊。 就可以调用Connection。 我说明一下。 就是。 第一个动作。 Client。 第一个动作呢。 是透过SM。 去找到这个服务。 啊。 是绑定的意思。 啊。 把这个服务。 之后呢。 第二个动作。 它来调用。 它来调用。 这一个。 Camera Service的。 Connection。 函数。 然后呢。 它调用Connection的函数的时候。 它才去New它。 New一个。 这个。 助理的。 对象。 对象。 然后把这个J口传回给它。 这个时候呢。 它指向它。 第三个动作。 它才可以来call它。 call到它。 好。 这是第三个动作。 好。 再说明一遍。 这个Client呢。 第一个动作要透过SM。 找到这个服务。 好。 好。 第二个呢。 找到了服务之后。 call它的Connection。 在callConnection的时候。 来New一个助理。 再把这个指针传回给它。 第三个动作。 它就可以call过来了。 OK。 再call到Server。 所以这里是在讲这个意思。 第一个动作。 就是。 就是。 绑定了。 绑定了这个圆外。 好。 第二个动作。 调用Connection。 好。 这样子。 第三个动作呢。 就可以跟call爱。 联系了。 好。 然后。 这个时候。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 啊。 在这边。 当这一个。 圆外。 想call回来的时候。 怎么办。 call回来的时候。 譬如说。 这边有一个这口。 叫Knight有一个这口。 叫IA。 好。 它这个第二个动作的时候。 在callConnection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IA。 当成参数。 把它传过来给它。 那么它。 就可以。 透过IA这口。 来call到它的函数。 这一边。 也可以透过IA这口。 然后。 来call大概。 好。 这里意思就是说。 我们。 刚刚所讲的都是从Client。 调用服务。 但是服务有必要。 也会回调。 叫callback。 要callback。 这样子。 那。 这callback该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在正向的调用的时候。 把这个J口当参数。 传过来。 它就可以扣回去了。 OK。 所以呢。 这里就说明了。 当Client。 在进行第二项的时候。 把自己。 的。 这个J口。 这个J口。 把它传给原外。 让原外。 可以倒过来。 传回来。 扣回来。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一个。 啊。 原外的Connect。 这样的一个。 函数。 这个。 函数是从访客。 从访客。 扣这个原外。 叫做Connect。 扣这个函数。 所以访客呢。 他。 把他自己的J口。 所以访客的J口。 啊。 这是访客的J口。 把他。 传过来。 那。 他要求原外。 去。 一位助理。 啊。 一位助理。 啊。 就是Client的。 对象。 再把他的J口传回去。 所以这一个是。 这个是助理的J口。 啊。 这个是助理的J口。 啊。 这个是助理的J口。 这个是访客的J口。 访客的J口。 所以在访客在调用他的时候。 把自己的J口当参数。 传过来给原外。 啊。 让原外有必要的时候可以call回来callback到访客。 然后原外呢。 就是另外一个client的对象。 再把这个对象的J口传回去。 给访客。 啊。 这样子。 所以。 这个动作呢。 就是在说。 当mclient等于0。 就表示呢。 目前这个访客。 还没有访问过。 啊。 mclient等于0。 表示这个访客呢。 还没有来访问过。 表示呢。 我们还没有给他助理。 那如果他是等于。 他不等于0。 表示他来过。 已经有助理。 所以就把现在的助理找出来。 就把助理传回去给他。 就可以了。 那如果mclient等于0。 啊。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 啊。 往下的部分就是。 mclient等于0。 mclient等于0。 表示呢。 他没有来访问过。 这个时候。 目前还没有。 这个助理。 所以就new一个助理给他。 我们new一个助理。 再把它return回去给他。 啊。 所以这个动作是在。 创建一个。 新的对象。 ok。 所以这是connect的做法。 这个时候。 圆外就在自己的进程里头。 诞生了一个。 这个助理。 这个助理。 这个助理的。 这个助理的。 对象的i camera z-code。 这是助理的对象的z-code。 就传回给knine。 啊。 这就是这里。 这就是。 啊。 助理的z-code。 把它传回去了。 是刚刚这里。 你看到了。 产生一位助理。 再把这个助理的z-code传回去。 那这个z-code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z-code。 叫icamera的z-code。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 谈到。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在图里头所看到的。 都是ivz-code。 那怎么突然代码里头跑出。 icamera跟icamera. 看来这两个z-code呢。 这两个z-code从哪里来的。 啊。 那答案很简单。 就是从proxy跟stop设计模式而来的。 啊。 也就是我们运用的vp interface。 跟vn interface的模板。 跟vp interface模板。 来产生这两个类。 所以这个产生这个类。 这个产生这个类。 OK。 那。 我们就可以定义出这两个z-code。 啊。 这两个z-code。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来看看。 在原来的这个例子当中。 啊。 这是访客。 啊。 这是访客。 啊。这是助理。 啊。 然后这是圆外。 啊。圆外。 这样的结构之下。 我们来加上。 proxy跟stop两个类。 那依据我们过去谈。 这个。 啊。 系统服务的时候。 我们也谈了很多proxy。 跟stop类要摆哪里的地的位置。 啊。 那就是摆这里。 那就是摆这里。 记得。 因为这个背后是有一个V。 mine的。 的。 积类。 所以这个stop是要。 在这两个类中间。 stop要摆在这个mine的的类底下。 然后呢。 proxy要摆在这个climb。 啊。 跟iv这一口中间。 所以摆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里提供icamera的这一口给它来使用。 好。 那至于这个proxystop的部分我接下去。 在下个小单元会给你做很详细的说明。 啊。 现在只是。 在这个图只是让你了解。 我们原来的section的模式。 啊。section的模式呢。 我们接下去要加上ps模式。 是怎么加。 它的位置就加在这个位置。 OK。 啊。 那。 我们接下来。 等一下就来介绍。 这一个。 啊。 啊。section模式。 加上ps模式的一个。 详细的细节咯。 也让你体会。 它的一个美妙的搭配咯。 好。 那我们就。 这个小部分。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